你看见没有 这就很高级 它别管是点套餐还是点什么 人家一样过来给你切 吃在北京天下菜 喝在北京菊花白 继续咱们的北京烤鸭之旅 不定期更新 然后今天我们来的就是航天桥的便宜坊 这个在便宜坊里头也算是很老的店 而且我们点了一个398的套餐 就现在还没吃 但是冲着它套餐上来这些东西 闻着香气你就觉得 好厉害 每一道菜都是该有的香味 烤鸭这种酥皮的香味 现在真的口水都出来了 肯定还得先倒酒 这是感谢菊花白爸爸的赞助 我跟你说这服务 说实话这比利群强多了 要啥给啥 有啊 利群人至少跟你搭话了 平时不让喝酒的人 只有在录节目的时候才能喝两杯 感谢菊花白 但是他这没有鸭皮让你蘸白糖的那一香 我不要了 他没给你切鸭胸那两薄片 你看鸭子皮就很厚 这叫全聚德是挂了五烤鸭 便宜法是闷了五烤鸭 之前还有小伙伴说加黄瓜不正宗 现在就得说一下 正经说明一下 加黄瓜是吃正宗的 这还是全聚德的师傅告诉我们的 因为当年梅兰芳先生也特别选吃烤鸭 但是葱辣嗓子 所以他自己改良的就说要加黄瓜条吃 不说别的这个香味 是你非常喜欢那种烤鸭的香味 我觉得这套餐真值啊 398块钱10个菜 当然我们只要了9个 它本来还有一个老鸭汤 我们没要老鸭汤 我们要了个鸭架子 回家自己炒鸭架子吃去 一口烤鸭一口菊花吧 有蒜泥吗 蒜泥 那个蒜泥 好好谢谢您 蒜瓣就算了 你看这398有荤有素有主食 我没要要不然还有汤 对吧 四个人吃真心够 尝一尝鸭肉湿头 这个菜应该是预先做好的 因为我们刚点完 他就把这个端上 鸭肉的香气 完全尝不出来是鸭肉做的 就觉得跟猪肉的也没什么区别 而且里头没有马蹄什么的 就是纯纯的面粉的口感 加上一点点肉味 这是人家的传统公报鸡汁 尝黄上米脆不脆 这应该是刚炒出来的 黄上米还是脆的 闻上去真的就是川菜的那种 红宝鸡汁的香味 花椒的香味 辣椒的香味 就这个绝对不比俄美酒家的一个差 就是它小离之口 稍微差点意思 酸甜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整个麻味和辣味都非常到位 我们这今天这个就是非常容易 跟利群对比一下 盐水压根 鸭汁 就首先它细嫩的程度没问题 而且它放了黄酒应该是 一点点黄酒的香味 没有全脆德那个鸭汁做的那么入口机会 但是吃起来这个口感还是非常嫩的 有一说一说一说鸭汁 不如全脆德肯定 全脆德那鸭汁 YYDS 这叫水煮鸭三样 看看有啥 那就是鸭肝鸭血跟鸭肉 闻的是真香 但吃的是真怪 就是这个味道你一放到嘴里头 你马上就会联想到肉 然后生菜 这些东西 但是吃起来它是鸭肉 它有鸭肉的那个味道 其实也挺好吃 但是就是跟你脑子里的这个 固有的味道不大调 辣辣的 而且蒜香味非常到位 这橘花白对吧 2015年荣获布鲁塞尔金奖 艺术可以跨国界 好久也是 果然便宜方烤鸭好 就烤鸭跟别的菜明显不是一个档次 就厚厚的鸭皮里头充满了油脂 你说到嘴里头 油香油香的 这是套餐里的两个主食 驴打滚跟爱窝窝 驴打滚味道不错 尝尝这爱窝窝 就它这个迷你驴打滚跟爱窝窝窝 别看个儿小 但是味道非常正 就是糯米的 然后里头是山楂芝麻馅 味道非常到位 我觉得比好多大店里头做的都好吃 你就吃这个 你觉得比利群汁多了 我也不知道我喝点啥的时候 我今天怨念的就是 要不然我去利群辣个赞助 我每期烤鸭都得提他不是 叫珊瑚黄瓜 其实就是缩伊黄瓜 但是它腌得很好 甜的 咸甜味儿 然后有点姜味儿 然后一点点酸味儿 奔脆 1416年 明永乐14年 便一块创券于米式胡同 我们已经吃完了 这三角八的头顿超值 说是咱们家什么东西好吃 烤鸭肯定是没问题 焖炉烤鸭头牌 除了烤鸭以外 这个店好吃公报鸡丁 我觉得他们家公报鸡丁 不输峨美酒家 刚炒出来的时候特好 后来有点皮了 这花生就一般了 最后我们吃饭的时候 发现了一种非常神奇的吃饭 给你们演示一下 蘸酱 然后哇塞 绝了这个味道 有机会你们一定要尝尝 黄瓜配烤鸭 实在值得夸 就整个吃到嘴里头 黄瓜的脆 甜甜的香甜 加上烤鸭的酥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 北京烤鸭巡礼 吃在北京天下菜 喝在北京橘花板 对吧 好和